超级研究室一起长知识 在最近最让我shock 也最想找答案的一段画面 文化在新闻当中 一定也看到 就是我们的前助太代表 林一元她回来了 回来之后在机场里面 整个人就是很暗掉了 瘦了一大圈 跟过去差很多 真的是瘦了一大圈 瘦了一大圈 瘦了几公斤 当然我们无从查证 不过初估大概 我讲夸张 瘦掉半个人 你看 差这么多 这个是她之前 很ganky的样子 这是那一天在机场 大家拍到的样子 就是说 后来她给我们一个答案 就是说在五月份 因为这个所谓的 大肠感剧 大肠感剧 会瘦一个人 瘦掉这么多吗 对 我们听到大肠感剧 你会觉得说 好像就是拉拉肚子几天 可能就会恢复 有可能会瘦这么一大圈吗 不过其实肠道 很多人说 它是免疫器官 所以肠道要顾好健康 真的是不可以轻忽 今天就要和大家 一起来聊聊 够健康 麻爱找答案 我先来介绍今天 参与讨论节目的来宾 欢迎直升媒体人 盛梅 大家好 为大家邀请到 是20年的医药记者 惠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同时为大家邀请到 是肝胆肠胃科的医师 朱光恩 朱医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另外是 曾经是我们是 大肠癌末期的病患 沈兰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他当年28岁 就不幸罹患了大肠癌 原本说寿命可能 剩不到三个月 稍后会来分享 他怎么样战胜病魔 好 另外还有我们的 营养师高明敏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谈到了 从这两个对比的照片 前驻他代表的应援 回来瘦一圈 他到底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而这样子的身体上的情况 哪里没有注意到呢 会不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是 李亦元到底怎么了 我先讲他今年68岁 他是在去年5月的时候 就任我国筑泰大使 那当时呢 其实有一段影片 大家发现 其实他神采意义 就是这边这个样子 有没有 对 精神各方面都非常好 但是在今年4月的时候 泰国有泼水节 那筑泰这个代表处呢 他们有发布了一个影片 也一样是李亦元 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今年4月哦 就发现不太对劲 因为他看起来瘦了一圈 到今年8月的时候呢 李亦元主动向蔡英文总统 请辞 理由就是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 他因为大肠肝菌 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尤其他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生病 那他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所以他必须回来 那8月多在机场 大家发现不知道哪里怪怪 是因为如果是大肠肝菌 怎么会瘦了快20公斤 快20公斤 还有请注意哦 你看一下你那个图片 李亦元的脖子 脖子 这里 对因为戴着口罩 已经你看那个脖子的位置 就觉得已经暴瘦到 我们很难想象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领子这样看 都看起来空空的对不对 太瘦了 所以大家好担心 那第二件事情虽然戴着口罩 可是各位都知道 还是看得出什么气色 他的皮肤 虽然李亦元 因为一年时间都在泰国 有可能皮肤晒黑 可是怎么看都觉得 他的气色非常不好 所以很多网友非常担心说 只是因为大肠肝菌 还是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癌症 你想我们不清楚 可是我们当然会希望 李亦元可以早日恢复健康 就会不会有可能是更严重的 一个疾病大家就在猜也替他担心 那朱医师你怎么看呢 一般我们刚刚提到大肠肝菌 你可能就是拉拉肚子 不可能像这样子瘦一大圈 而且大肠肝菌 为什么叫大肠肝菌 大肠里面就有这样的菌吗 照理来讲它应该是无害的 怎么可能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一般来讲 大肠肝菌本来就是我们的肠胃道里面的 一个正常的菌从 那么我们如果有大肠肝菌感染的话 一般都是吃到一些不新鲜的食物 一些肮脏的水等等的 那在正常人的话 一般都是不舒服个三天五天就好了 它是一个急性的疾病 不太能够解释说 一个人因为大肠肝菌感染 会受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这个会有点让我担心 就是李大使会不会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是需要去探讨 那另外我们当然大肠肝菌 对一个正常来讲 有一点不痛不痒 拉拉肚子也许吐一吐 休息一下补充一点水分 应该就会恢复正常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小孩子啦 还有一些比较免疫功能 比较脆弱的病患 譬如说有癌症的有洗肾的 那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 一旦感染了大肠肝菌 就有可能很厉害的一些临床表现 譬如说节血变 电解质不平衡 甚至于休克 还有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对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足群 是我值得一提的 就是这个发生在我自己的病人的身上 我有一个男病人 他是因为心脏半膜的关系 去换了一个人工半膜 那后来去做一些侵入性的检查 他去做了一个大肠镜 那后来就发生很厉害的 大肠感菌感染 甚至于这个大肠感菌 已经跑到他的这些 这个人工半膜上 那后来进了加护病房 那在医院里面住了一个多月 才终于康复回家 所以这个大肠感菌虽然是我们肠胃到一个正常的细菌 但是它也会做怪 所以可能大家还是要对这支菌还是要小心 不过听朱医师刚刚提到这个临床的这个案件 因为大部分的人我们如果心脏健健康康的 我没有去做瓣膜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那个是特例 但是吃坏肚子 这个大肠感菌拉一拉 拖个水 也不至于拖掉几乎20公斤半个人 惠伟你在20年这样医药新闻听很多 也接触第一线 你有看过这么严重的吗 我坦白讲 我看到画面上他的样子 我跟大家一样的驚慌 就想说怎么回事 怎么发生什么事 怎么会这么严重 而且你不说大家可能认不出来 他就是以前的那位李应援 因为我们认识的都是那个样子 对 那事实上呢 就像刚刚朱医师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肠胃道的疾病 我相信大家比较有印象 可能都是夏季 我们吃到什么冰品不干净啦 或者是什么冰块啦 或者是饮水啦 或是一些生冷的食物里面 凉面啊 有什么大肠杆菌超标 我们一般生活中会遇到 就是这些新闻 可是你很难想像跟他连在一起说 一个单纯的大肠杆菌感染 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这是我们比较匪夷所思的 所以其实 那个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也马上 老实讲我们就是会有好奇心 就问了一些比较熟的医师朋友 他们也觉得案情不单纯 就是说也许真的是有 大肠杆菌感染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 或许有其他的疾病 是有难言之隐 没有揭露这样子 那毕竟就像刚刚 朱医师也特别提到 这个是跟我们个人的 免疫能力有关系 免疫系统部分 如果今天我们假设 他是正在做癌症方面的治疗 是不是他的免疫状况 就是低下的状况 如果又加上 不幸的感染到了大肠杆菌 也许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们是有这样的推测 那当然大家也讲到说 肠胃道性的疾病 严重当然也是可以很严重 比方说我们的病原菌的一些感染 什么沙门氏菌感染 就是从蛋壳里面的一些污染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生菜 吃到寄生虫的 跑到脑部引发脑膜炎的 这个也是都临床上都有 那只是说确实我们的李大使 到底发生什么事 目前大家都是在揣测 那我想追问一下朱医师 你刚刚提到的大肠杆菌 它可能平常好好的相安无事 但它也可能会作怪 那我就好奇了 如果像一般我们说 伤口很难愈合 可能久了癌变 那如果大肠杆菌 假设在我的大肠里作怪 久了 有没有可能也可能导致 所谓的大肠癌癌变呢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那大肠杆菌本身 以我所知 不是致癌的一个危险因子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肠道里面 有上百种上千种的细菌 是在一个平衡点 大家和平相处 但是当大肠杆菌开始作怪了 它开始去侵犯别的细菌了 开始让这个 我们肠胃道这个 细菌的这个平衡 开始丧失了 那有一些文献 尤其是最近 有一本很重要的一个杂志 就是美国的Science 这个科学杂志 它就有一些研究说 大肠杆菌如果开始作怪的话 在一个长久的一个状态 有可能会去侵犯 我们肠胃道的黏膜 甚至于去伤害这个细胞的DNA 然后产生 开始产生一个大肠息肉 又从息肉里面产生一些癌化病变 所以也许大肠杆菌 它自己不是直接会去致癌 但是也许它作怪的时候 当我的肠子的这些细菌 开始不平衡的时候 在一个长久的一个发炎的状态 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罹患癌症 这个目前是一个推论 那所以你来看 如果像这样突然暴瘦 或是我真的肠胃长期的不舒服 像你说的可能 俊从之间失去平衡的话 我是不是真的要赶快去检查 当然我想我们在临床面对一个 突然暴瘦的病患 我们会有很多的揣测 那我身为一个肠胃科医师 我当然会请他先做个大肠镜检查看看 因为大肠癌本身就是导致 我们身体暴瘦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是会让我们暴瘦的 譬如说我的血糖控制的没有很好 譬如说我的甲状腺肌能抗进 还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是需要去探讨的 所以当然在一个肠胃科医师的观点来看 大肠癌是一个导致我们贫血 导致我们暴瘦的原因 所以胃镜 大肠镜 腹部超音波 基本上是一位肠胃科医师 以他的专业来讲 会先让病患去做的 好 不过听下来其实大肠癌 是你我可能身边的人都会遇到 甚至你我都会遇到 文明人 因为这个真的是 诱发的情况真的是太普遍了 所以我们今天还邀请到这一位 曾经是大肠癌末期的患者 他待会就要来分享他28岁 当初怎么样发现自己罹患的大肠癌 又是怎么样战胜病魔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怎么吃就决定你怎么活 要健康的吃才能够健康的活你的每一天 今天我们再聊到大肠的癌变 这个就是现代匆忙的文明人最害怕的一个麻烦事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现身说法的蓝婷 蓝婷本身是一个大肠癌的患者 你跟老天爷借了十多年的时间 老天爷可能会给你更多 为什么 他离癌的那一年好年轻 他默其了 默其了居然又战胜了这个癌细胞 你来告诉我们你怎么被挑上的 那时候我觉得 其实我在28岁的时候 就是确诊罹患大肠癌 那我那时候工作呢 是属于业务员的工作 所以其实业务线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的忙碌的 再加上其实我对自我的要求 期许其实是非常的高 所以相对的我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很忙碌的情况下 你吃也没吃好 睡也没睡好 很晚睡 要早起 这样子 所以生活形态是整个 就是其实是一个大乱的情况下 那时候觉得自己年轻嘛 对啊 还28岁 年轻可以充嘛 有体力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真的就忽略了 再加上我其实就是吃外食 路上啊 肚子饿的时候 看到外面什么好吃的 哇 炸的看起来就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 所以呢 常常是像炸鸡排啊 炸排骨之类的那种 东西那种种口味的炸 常常是三餐都这样吃吗 没有三餐这样会太快 没有办法做爱家 你不是很爱吃吗 都是这样 所以我才好奇说你的常常是 多平凡 多常 因为没有菜 没有特别去记 可是真的就是常常 你有时候可能看到啊 就会买一点 买一点 就想要填饱肚子这样子 那在这种忙碌的情况下 你当然不可能是 真正去考虑到食物 有没有健康 然后好好的品尝食物美味 一定就是葫芦这样吃 就这样 在这样的生活的情况 那作息下 其实后来我开始发现 身体怎么越来越累了 身体越来越累 你一开始是从疲累开始感知到 不太对劲 对 没错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让你注意到不对了 就身体开始疲累 那再加上你走路 爬楼梯 开始会喘 你才28岁耶 对啊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我以为我自己是 可能缺乏运动 缺乏运动 缺乏运动 然后呢 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 就觉得 似乎就是 有时候肚子也会偶尔痛 然后就偶尔痛 症痛一下 后来又不痛了 然后我那时候 去就是给医生看 就说 我有跟他讲这状况 然后后来就是 当然去看的时候也不痛 然后医生就问说 你是怎么 我说有时候会痛 对 然后肚子觉得脏脏的 那这样 然后医生就说 医生检查一下就说 你就吃坏肚子啊 年轻人不要乱吃 然后止痛药消炎药给我这样子 那所以后来 其实自己就忽略 就觉得那应该没什么 其实就不会太去在意 一直到我就是 开始变得脸色苍白 是我朋友提醒我 他说你怎么 看起来脸色有点苍白 对 他就说 你可以让我看一下 就是让他看一下 我的下眼睛吗 你可以翻一下给我们看 你再近一点看他的眼睛 可以 对那时候是全白的 现在是红的 你现在是健康的眼睛 对不对 所以当时你就是 压这样给他看 压下来看 就是都是白的 他就说你这样不对不对 对然后你要 你要赶快去挂急诊 然后后来 就是我去挂了急诊之后 然后检查出来做一下 肠镜 胃镜 然后电脑断层 然后抽血检查 整个素质其实是乱掉的 后来就在我的 生结肠的部分 发现肿瘤 他去化验 确诊是癌症 那那个 那个时刻 你觉得你只是累 你只是乱吃而已 你这样子28岁的 新鲜的肝的身体 你那个当下 被宣判的那个当下 你是什么心情 其实那时候是很震惊 可是我最震惊的一点是 我 就是那时候不是就是 确诊癌症之后 就进入一系列的治疗 开完刀 就开始开刀 然后进入化疗 最让我震惊的一点是 在我原本以为我就是 我可能恢复了健康 因为治疗都做完了 对啊 你感觉恢复健康了 然后就去医院 听回诊报告 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 医生告诉我说 你变末期了 他 已经治疗了 结果不到半年变末期 他很年轻啊 半年而已 从二期 变末期 变末期 不到半年的时间 变末期这样 那时候真的很震惊 有宣判说 你剩多久的寿命吗 不是医生都会这样讲吗 对 我就有点不敢问 医生应该也没那么残忍 说你只剩三个月不到哟 没有没有 对 我是后来恢复健康之后 我才问医生说 医生我依照我当时就是 末期那时候嘛 是大肠癌已经转到腹膜了 再加上也淋巴 就是都扩散了 对 所以医生那时候说 你开刀也没办法开刀 你就是试试看化疗 可不可以 还有没有帮助这样子 对 我那时候其实说真的 我不敢问 可是我上网查我的状况 我就知道其实 我可能离死亡非常的近 那你就坐以待毙吗 那个时候 就没有没有 反而这个时候 是开始听从医师的指示 好好治疗吗 因为想说 其实我那时候想说 我是就是要这样子每天哭 然后以泪洗面这样子 还是其实 我应该好好把握 现在我还活着的时间 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既然医生评估我那时候状况 就是末期了 然后身体非常的糟 然后治疗几率 其实是微乎其微 那如果我这时候 改变我的生活的作息 就可能我的饮食 饮食采取就是 比较圆形的食物 然后选择就是 当季天然的食物 还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感谢新的一天到来 对 然后再加上我去运动啊 就是去山上走走 然后配合医师的治疗 走出来 配合医生的治疗 对 那这样我有没有机会 改变我透过改变我的生活形态 再加上医生 我们一起让身体恢复健康 那就这样子 透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时候的改变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 我那时候对自己说就是 我现在确诊癌症末期了 那我的做的事情 我要是治疗我的癌症 还是我要想办法去创造我的健康 因为我最终目标是要健康 对 对我就改变这个观念 是OK 我决定我要来创造健康 癌症末期是现在这个状况 可是我要创造的是健康 就这样下去就是 两方的医生 然后自己 还有亲朋好友这样一起帮忙 对一起鼓励 这样打气的情况下 不到 我记得我是2010年的时候 2月被确诊是末期 然后2010年的时候 5月再去检查 肿瘤就从10公分 变成了2公分多 原本是不能开刀 对 医生评估不能开刀 那后来就是医生说 所以是一个很正向很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对 就这样子 那我问你 你后来 心神安定之后 鼓起勇去回去问医师 依照一般的临床 你还有多少续命可以走 对 就是恢复了才敢问吗 结果医生怎么回答 没恢复就上天堂 对 那医生说 依照我那时候的临床这样看来 其实说真的 我根本不到三个月 对 那从 三个月反而肿瘤变小了 当时到现在又隔了几年 隔了11多 11年 帅耶 所以一直不断的定期回去检查 是 都维持很好 对 就是不断的回去 我现在一样是有持续的就是追踪回诊 那我身体的状况呢 都是健康是保持良好的状态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朱医师 你来看我两个问题 可不可以我们解惑一下 就是说 这个大肠癌它的进展 病程的恶化可以这么迅猛 半年而已 从二期变末期 然后 它到底做对了什么 它居然跟老天爷又多了十多年 还有更久的时间 你看 它眼神闪耀着光芒 它很勇敢 完全看不出来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惑一下 我觉得 蓝田你应该是可以放心了 因为我们大肠癌是以五年的存活力来算 所以 讲白一点 如果你五年内没有上天堂的话 那五年后就一切归零 你现在又归零了 又从头来算了 所以当你存活五年之后 就当成你没有过这件事情了 一切归零从头开始 可以这样 那么 在治疗癌症 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年轻就是本钱 愿年轻的人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化疗 因为接受化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疗症 十二次的化疗 这个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能够去承受 所以我觉得蓝田很勇敢 就是把这个化疗做完 好 不过在演艺群当中 我们其实过去有看到很多新闻 不少名人都是因为大肠癌而过世的 包括像是诸葛亮 李国修 贺一航 还有黑豹的这个演员 那像诸葛亮发现的时候是二期 李国修 贺一航发现的时候是三期 那当然以黑豹来讲 他在病发到病逝隔了只有四年的时间 那像盛梅 你以这样子贴身采访观察他们来看 得了大肠癌之后 到底是他们还有维持他们什么样的一个 对 不好的生活习惯吗 为什么最终没有挺过这一关呢 而且在我们认知上 对 我们总觉得大肠癌 会不会跟他吃的习惯有关系 你说包括黑豹 包括贺一航大哥跟诸葛亮大哥 似乎都在吃饮食的习惯 尤其是高油脂 我来讲诸葛亮大哥 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付出 本来出国生肇 可是2009年之后呢 他因为演戏代言 然后主持节目 一年就可以赚三亿 所以非常非常的忙 2014年的时候 诸葛亮大哥说 他是有一天他去上大号 上大号的时候 你知道整个马桶全部是血 是暴血 是 那是鲜血淋漓 然后他就觉得 哎呦 那不对劲 然后呢他是肚子胀胀的 然后这个整个肚子胀到48腰 就觉得要去看医生了 当时检查出来是二期 可是当然他有延误就医 然后之后呢 当然我在2009年的时候 因为他当时出国生肇 很多媒体就会去跟他 想要找到诸葛亮大哥 对 当时我也去了 我到哪里去呢 因为我们听说 他大概就在高雄的凤山 大辽这附近 他常常到那边干嘛呢 他其实出国生肇期间 还常常赛哥 所以他生活还是蛮满满的 所以我就跟着 他们的爆料就去找 那就发现呢 最后没有拍到诸葛亮大哥 但是拍了一系列 诸葛亮大哥的美食地图 他吃过的我都去吃 因为总是有人爆料说 我跟你说 他在那个夜市 每天下午一定去吃什么呢 那个牛排 就是那种你知道 就是摊子那种铁板牛排 然后我就会去吃 吃的时候我就问老板娘说 那他都常来嘛 他说每天来 每天来吃铁板牛排 每天吃铁板牛排 也不太好吧 因为我吃了一克 我觉得真的蛮油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各位知道吗 有些男生很喜欢吃香肠 因为他喜欢跟香肠餐的老板聊天 一边啃一个大蒜 一边就等他烤那个香肠 可是各位 如果偶尔吃那就算了 然后因为中秋节要到了 烧烤就会难免会吃 但如果你每天吃一根的话 千万不行 这种烧烤 然后再来他被拍到的时候 是吃什么 烧烈 烧烈有什么不可以吗 有些是加工食品 不要忘记 他不是原型食物 刚刚有提到 要是原型食物 那你们发现 其实朱克亮大哥 有26年的烟龄 他曾经一天抽五包烟 按照这种生活方式 是造成他会不会后来 其实癌症的状况 非常严重的原因 再来喝一行大哥 也是类似的状况 因为他检查出来的时候 已经三期了 他做了这个手术之后 他不做话了 他就手术 然后我曾经跟他吃过饭 我觉得他蛮好 是因为他胃口 还是蛮好的 比如说这个鱼 肉 比较肥滋滋的这些东西 他还是吃得蛮开心的 那也是跟他的这个抽烟 那喜欢吃高油脂的食物有关 还有一件事情 各位 其实为什么讲养病养病 生病了就要休养 可是这几位大哥 似乎在生病的时候 都努力在工作当中 其实这样的状况 放不下 会让癌细胞 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就是我说 怎么吃 决定你怎么活 惠文 我们这么忙碌的朝九晚五 可能工作时间拉更长 到底有意无意 会踩到很多的雷 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现在要来吓大家了 千万不要觉得跟你们没关系 因为以前我们的观念都会觉得 癌症嘛 好像是中老年人 50岁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你错了 我们现在眼前就一位 对吧 然后呢 而且确实现在在临床上的统计 也发现 年轻族群的部分 也就是50岁以下的部分 其实占总这个 总病人数大肠癌的一成 真的吗 有到一成了 而且越来越多 大家知道吗 大肠癌是我们国人的 第一发生率最高 连续15年第一名的癌症 对 表示什么 就像刚刚医师特别提醒 跟我们的饮食习惯 跟我们的生活环境 跟我们的作息息息相关 那这边大家看到了 我们所谓的白领族跟年轻人 有踩到几个雷 这边第一个 爱吃红肉 都有耶 猪哥亮大哥 铁板牛排 无肉不欢的 抽烟喝酒 不用讲了 再来 酒做这个事情很严重 这个也有事吗 等一下我们深入来讨论 再来精神压力 大概就是工作压力 各方面的压力等等 那酒做这件事情 其实在近几年 一直有被提出来讨论 而且甚至在国外的 很多的文献 都已经有证实 其他癌症不要讲 大肠癌的相关性 已经被证实了 它可以 如果你今天 九座国外的一个研究 是一天超过八个小时以上的人 都不动 坐着不动的话 你的增加的风险到两成四 大概增加四分之一的风险 那确实在我们过去 比方说我们的台湾基金会 也特别针对上班族群 有做过统计 这些上班族群分两组 一组是已经检查出有息肉的 一组是没有息肉的 那我们大家知道 息肉 肠道里的息肉 其实就是大肠癌之后 癌变的一个前期了 那这些已经有息肉的人 确实他的关联性是什么 他可能就是加班 长时间的加班 然后呢 他的这个饮食不定时 或晚睡 这些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酒做 至少每天都会做超过六个小时 这个我都有耶 我三年前去体检跟我太太 就这样一觉醒来 然后就处理完了 就从屁股插进去 然后也有息肉 我都有耶 非常多人有 但是你如果没有筛检 没有检查 你根本不知道 因为没有感觉 而且你不要觉得 你不抽烟 不喝酒 就跟你没关系 光是最后这两项 你就跑不掉了吧 谁压力不大 谁不久坐不动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有一个比他更年轻的案例 26岁 一个女生 几年前我们就是新闻有报过 就是他那时候是 等于大家算一算年纪 应该是刚毕业出社会没多久 一样就是也自我要求很高 觉得我要工作上非常的拼 想要蹭年轻就好好打拼 那也很认真 所以对他来讲呢 加班是家常便饭 然后呢 这个饮食不正常也是家常便饭 可能肚子饿了跟你一样 就是想吃就吃 如果一忙忘了就没吃这样 那有一天他也是 一开始感觉到腹痛 那他觉得是什么 他说可能是我的生理期提早来了 完全没有想到是癌症那一方面 一直到他大便出现了血 血便的症状出来 去看医生不得了 那都已经很后期了 三期了 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他也没有那么的幸运 应该也是比较早期的时候 所以他没有办法 就是后面做的治疗效果不好 所以后来这一个小姐是走了 26岁 对 非常年轻 非常年轻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 现在很多的青少年 不要以为青少年就可以逃得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青少年很喜欢在网咖也好 在家里或是我们最近居家 长时间坐在那里就不动了 对 然后呢就有一个国二的小男生呢 他大概就是很爱上打电动 但是呢 他就是废寝忘食的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就这样上网 就这样打 然后肚子饿了 会有感觉啦 就吃个泡面啊 就吃个香肠啊什么 就乱吃一通 短短三年 他也是后来被确诊是大肠癌 这么年轻 在玩线上游戏 要倒倒倒倒倒 我坐在那里 站起来就是 吃到像草莓有吗 吃到不然怎么办 重点是 你也要吃得健康 不然每天泡面 然后再配一些有的没的 好 那朱医师很多人都 其实会有健康检查的一个观念嘛 那我去检查 其实刚刚蓝婷没有讲到的是 她说她第一次有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但是其实并没有检查到 真的会有这样子漏掉的情况吗 是为什么呢 有 当然我们大肠镜 当然是一个黄金标准 诊断大肠息肉 大肠疾病的一个黄金标准 但是她也不是百分之百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医学上 没有任何一个检查是百分之百 那当然如果这个大肠镜是做得很仔细 她会没有看到一个肿瘤的机会不大 因为毕竟她是最准确的检查之一嘛 那为什么我去做大肠镜 或一个病患去做大肠镜 竟然没有发现她有大肠 有几个原因可以去探讨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她没有遵照医师的指示 我们做大肠镜之前 要把大肠清得干干净净的 最好一丝粪便都没有残留在大肠里面 才能够看得干干净净的 那么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如果这个大肠不干净 还有很多粪便的残留 医师再怎么小心帮你看 有些东西还是被大肠 这个大病盖住了 可能还是会看不清楚嘛 这个是一个受检者端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很多癌症 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大肠癌 大肠癌很多九成的大肠癌 可能是有一个时间的演变 一个良性的息肉 比如说一个良性的腺瘤 经过了五年 经过了十年 你不处理它 就会从一个良性的腺瘤 变成一个腺癌 这个是大部分的一个 大肠癌的一个演变 但是现在很多大肠癌是 一长出来就是癌症 它不需要从一个腺瘤 到腺癌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蔓延 它一长出来就是癌症 就开始扩散等等的 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那么而且这些一长出来就是癌症的 这些肿瘤通常很小 它就开始扩散出去了 所以这五个问题 如果我都已经花了 那个钱也不便宜 如果我要去照这个 所谓的大肠镜 那你说那个没有万无一失的 那我可不可以再张一张网 我再买个保险 我怎么样可以去检查出我的大肠 把它看得干干净净的 有很多的检查是可以做辅助的 那确实大肠镜也有些时候是看不到的一些区域 因为我们肠子好长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讲的九弯十八拐的肠子 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那有些肠子 有些人的肠子就是长得特别弯 所以我们的大肠镜也许做到一百三十公分 甚至做到一百五十公分 还有一段肠子到盲肠 生结肠到盲肠 还有一段肠子没有看到 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难病患 那么他比较胖 啤酒肚 那肠子也是九弯十八拐 我怎么做 就是做不到他的盲肠 他的最末端的地方 后来我还是很小心的 请他到门诊 再排了一个电脑断层做辅助 要做电脑断层 那电脑断层就是很不强 就在我没有抵达的那一段肠子 就发现了一个肿瘤 所以我去检查一定要问医生说 我检查完所有的肠子了吗 是的 我们应该要问医师 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 应该要问医师说 医师你都有看完吗 到盲肠都有看完吗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是可以询问医师说 或者是是不是没有完成啊 你做到什么程度啊 这是可以跟医师做咨询做讨论的 所以不要惹病上身 这个大肠的坏细胞 可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明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跟我们说说看 很NG的吃法是万万不可 偏偏有一种锅子 如果你错误使用的话 这样就真的衰十八百了 真的吗 其实自从那个气炸锅问世以来 真的很多人就是家家户户 都有一台气炸锅 因为气炸锅毕竟就强调说 它是利用气旋原理嘛 然后把食物本身的油逼出来 然后它就会自己炸熟自己 然后不用加油 就会有酥酥脆脆的口感 那其实气炸锅是这样 没错 你把它打开之后 把食物丢进去 它可以逼出食物里面本身的油 但是大家在用气炸锅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过 气炸锅上面是有温度可以设定的 它有80度到90度 它会画一个符号 可能跟你说烤鸡用哪一个 然后你要炸薯条用哪一个 它都会帮你画好 然后把温度标示得很清楚 那其实气炸锅我用过的 它的温度 其实有到80到90度的 包含120度 160度 180 甚至到200 最高我看过220度的气炸锅 有的人酥酥脆脆 就想要高温一点对不对 对 而且它温度越高 你时间其实当然就越快 而且越快它就越酥脆 像前阵子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像明明那个鸡块 或者是一些薯条 那种气炸锅专用的 好方便 丢进去不用加油 出来很好吃 我说因为它帮你把油都加在里面了 他说真的 那如果我自己切东西丢进去炸呢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很多食物我们都知道高温会产生致癌物质 像最近要烤肉了嘛 大家都知道那个烤肉要烤快一点 不然那个致癌物质一些方向 一般会跑出来 可是当你在用气炸锅炸一些马铃薯片 炸地瓜的时候 这些淀粉遇到高温大概超过160度C 它就会大量产生丙烯吸氨 丙烯吸氨其实也是一种致癌物质 那所以大家在烤一些马铃薯片 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 再来是很多妈妈会想说 那来炸蔬菜好了 小孩健康全家都健康嘛 舅舅炸蔬菜 有一个妈妈就跟我分享说 炸那个四季豆很好吃 她把四季豆丢进气炸锅里出来 怎么剩个空壳 然后里面的豆子都爆开了 你要注意那个蔬菜本身没有油 等到你放进去炸 那个营养都流失之外 你先不要管它炸不炸得起来 营养其实都流失很多了 所以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往里面丢 你一定要注意温度的设定 好 不过另外对于健康还有一个沉默的杀手 就是肝癌 对 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 职棒过去的这个万人迷王光辉 他因为肝癌而过世 到底肝癌有多难缠呢 稍微回来来看看 好 我们看到棒球界的万人迷王光辉 竟然因为肝癌而病失 哇 这个消息出来 很震撼 非常震撼 因为过去都看他在打球 对不对 那当然肝癌我们说是沉默的杀手 那么发现之后往往也就像 刚刚我们提到大肠癌一样 或许都已经是晚期末期了 那盛美 就你的了解 那么以王光辉来讲 其实他中间也有做一些积极的治疗 但是刚才真的很难缠 这位万人迷王光辉教练 他今年56岁 56岁非常年轻 你要这样想 其实他应该有40年时间都在球场 上年的时候打棒球 然后也是兄弟像很受欢迎的明星球员 之后他成为职棒的总教练 他其实是在去年球季结束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去进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罹患肝癌 可是他检查之后 已经被医生判定已经是癌默了 但是他还是做了各种的治疗 一直到今年 其实在他离世前一个礼拜 就进入了这个安宁病房 那离世的时候56岁 所以大家觉得很惊讶是因为 你想想看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球场上 那这位教练 他平常也叫小朋友打棒球 那表示他运动量 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当然他饮食的习惯 我们不知道的这么详细 可是你总觉得 在我们看来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球员 那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半年肝癌离世 那当然之前我们也常讨论是达叔 吴孟达达叔 他也是肝癌 但是他当时是因为又抽烟又喝酒 大家也知道 其实演员作息比较不正常 但是他罹患肝癌之后 他是有戒烟戒酒 而且过了健康的生活 但是还是难敌病魔 可见肝癌对很多艺人或名人来说 都是很严重的杀手 就这个杀手是安安静静不说话的 他是沉默的杀手 你那提到了一个 我觉得最讨厌的是 他没有痛绝 等到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可能挨我了 挨我了 或者你在线上在看的时候 到底可不可以让我们 有一点点机会 争取一点钱 质量超前部署 好歹让我知道说 我可以怎么来对付他 第一步你一定要知道 自己有没有B肝C肝的代元 你要做抽血检查 然后去了解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之后 如果你真的是代元者 你就必须一定要定期的回诊 定期的做追踪 很多人都是第一关就不知道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 有没有B肝C肝带 又不会痛 然后第二关是 知道了 逃避心态 或者是 没关系啦 不严重啦 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回去 就消失了 然后就没有最终 等到一回来门诊 连医生都束手无策 这种很多 那我们必须讲 就像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为什么沉默器官 因为肝脏没有神经 除非你的肿瘤已经大到 很大了 已经让你已经出现 对 出现了一个相关的其他的部位 比方说其他的器官压迫到了 让你觉得疼痛 你才会去发掘它 我们就看过非常多的 像过去曾经有一个案例 它是 也是一个年轻的OL 30岁而已 它的肚子里藏了一个 18公分的肿瘤 没有感觉 18 18公分 这么大 18 那个都还不是最大的 但是它可以没有感觉 那当然这个案 但是它后来为什么会发现 是因为 它就是觉得是那个 自己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我肚子痛 有一点痛的 不舒服的感觉了 可是事实上它不是 而且也有很多人 因为那个挤到我们的胃 腫瘤长的位置 会够大的时候 它会挤到你的胃 让你觉得 一直以为是胃痛 拼命吃胃药 结果都不是 那可能就是一个肝肿瘤部分 那你一定要经过检查 才会知道 好 那朱医师 我们到底该怎么样 小心肝呢 因为 刚刚说检查很重要嘛 但是检查 我是看肝功能的指数吗 我是看我有没有 很多人是检查出来 有脂肪肝 这好像现代人很普遍 那脂肪肝会有影响到 接下来可能会有 更严重的效果吗 脂肪肝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闽南语讲的 刮包油 就是肝就特别油 因为肝脏就好像是一个 海绵一样 不断的在吸收那个油脂 那么脂肪肝久了之后呢 因为脂肪肝会让肝脏的细胞的新陈代谢 处在一个长久 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可能会导致我们肝脏的细胞发炎 所以很多脂肪肝的病患去抽血的时候 它的所谓的GOT GPT 肝功能其实都会上升 那这表示肝脏在发炎嘛 肝脏如果没有发炎 GOT GPT怎么会上升呢 那久了之后 脂肪肝久了之后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慢性的肝脏发炎 也就是肝炎 然后呢慢慢的就进展到肝硬化 那我觉得脂肪肝 如果你不去处理它的话 其实它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因为你脂肪肝一直不处理 20年30年之后 可能有20%到30的患者 会进化 变成进入一个肝硬化的一个状态 就变成肝硬化 比例很高 那又从这些2 30个人 进去到肝硬化的病患中 大约至少有3到5个人 可能会发展成肝癌 所以这是一个三部曲 慢性肝炎 慢性肝脏的发炎 肝硬化 肝癌 所以有脂肪肝就是要赶快处理 就是要轻忽 脂肪肝是可逆的 不是说脂肪肝在了就永远在 其实我自己本身曾经胖到105公斤左右 你现在几公斤 我现在大约85到90公斤 我又瘦了15 20公斤 你肝胖油 你肝胖油 那我的肝脏 在我105公斤的时候 我的同事帮我做超音波都说 你的脂肪肝有够厉害的 好富贵 都是有 瘦了20公斤之后 再次帮我做 同一个同事帮我做 就说你的脂肪肝好很多了 几乎快没了 所以脂肪肝是可逆的 那这个也是跟我们的饮食很有关系 我们国人很喜欢喝一些手摇饮料 这些饮料里面有果糖 那果糖又香又甜 那么可以代替一些什么糖分等等的 但是我们知道果糖对肝脏 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激转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只要不吃甜 因为美国有一些 在欧美有一些文献 一些研究就是报导 就是说如果你停止去吃这些甜食 你少吃甜10天左右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一些在肝脏的脂肪的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的饮食 这个吃糖分这件事情 对脂肪肝不只是吃油腻的东西 对脂肪肝是很有影响的 那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说 那我很瘦的人不会有脂肪肝吗 其实我每天做这么多超音波 很多很瘦的人一样有脂肪肝 因为他虽然看起来外表瘦瘦的 那么他喜欢吃甜 喜欢吃油 一样有脂肪肝 所以我要告诉这边 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 说脂肪肝 虽然我们常常听到这三个字 但其实如果你久了 你放久了 你不管它 它其实是会有一个严重后果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那我们常说 这个眼睛看到这个发黄 是不是真的这个部分 要看的话就要注意了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肝不好要看我们身体的哪里 对 看我们的眼白 我们眼睛白白的那个地方 如果变得是黄黄的 那很可能就是肝脏有问题 对对 就是观其毛指人烟受灾 这一定要看 那皮肤如果黄呢 那我的皮肤很黄 但是我眼睛白的不得了 很白的眼睛 但是皮肤就是黄黄的 这样可以吗 那可能就是你吃了太多胡萝卜了 吃了太多南瓜了 肝脏不好要看我们的眼白 眼白会变黄 那个才叫做黄胆 皮肤黄黄的眼睛白白的 那个不是黄胆 好 刚刚一直强调说吃很重要 所以怎样避免癌症早上升呢 待会营养师要教我们非常简单 自己做的好食物 我们马上回来 好 像上班族如果中午吃午餐 很多都是油腻腻的便当 排骨便当啊 对 或者是微波食品啊 那明明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在这么忙碌的现代人当中 我们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 最简单的方法 能够推荐一个 减少慢性病的好食物吗 好 没问题 其实在营养门层上 真的很多患者会来跟营养师告证 他真的不是不想要健康 是外面真的就是那些食物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 好 如果你知道你的饮食 就是缺乏一些绿色的蔬菜 缺乏一些好的水果 那你就一天帮自己打一杯绿拿铁 绿拿铁 这个绿拿铁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绿色的蔬菜搭配水果 那我们做出的一杯 丰富蔬菜纤维 膳子纤维跟蔬果酵素的东西 那像我自己很爱地瓜叶 我会直接拿一大把地瓜叶 比这个甚至更多 我们一家人可以吃掉一大袋 在一次的打果汁里面 你就把它拿去汆烫一下一下 稍微有点软了 烂了 你就赶快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 丢进果汁机里 加苹果进去 再倒一点牛奶 或者是优酪乳 优格 甚至豆浆 都可以看你喜欢哪一种 把它们全部mix在一起 就变成我刚刚说的绿拿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赶快按下频道订阅 加上小铃铛 而且推荐给一个好朋友 超级研究室 一起长知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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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